大家好,我是群,我叫Ken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是如何使用腳本來做出 事件中輸入數字的效果 首先我們先開始一個腳本 然後我們輸入這段script 這邊的var表示的是你要存取這個數字的變數 digit是你要輸入的位數 我將數字存取在變數1,它是一個十位數 那我們這邊來看一下這個變數的值是多少 那現在讓我們進到遊戲做測試 來一個比較好辨識的好了 1,2,3,4,5,6,7,8,9,0 那我們可以看到數字變成了 1,2,3,4,5,6,7,8,9,0 那如果我們變一下 改成9 好了,它可以看到變成了 9,2,3,4,5,6,7,8,9,0 那這就是今天的教學 希望你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 歡迎按讚點 歡迎按個訂閱 謝謝大家 我們訂閱 谢谢大家